8月9日,中国首条永磁磁府轨道交通系统工程实验线洪轨在江西赣州新国县顺利进攻 当天上午,一辆红白色相间,车头两侧印有新国号的磁府列车从起点站缓缓发出 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甘永在内的正企学研各界代表参与首趟试程体验 甘永在当天的竣工仪式上致辞时指出,红轨系统将有效丰富城市和旅游轨道交通新制式 为轨道交通提供一种新选择,新载体 今天我们又一次在这里和大家共同见证新国红轨工程示范线的建设竣工 这预示着红轨技术团队将成为实践涌池悬浮轨道交通系统科学研究和工程化开拓者 整体团队的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的进展 将有效丰富五个城市和旅游交通新制式 在轨道交通中提供一种新的选择,新的载体 据了解,红轨系统的研发历时九年,由江西理工大学牵头 与新国县人民政府联合、中铁六院、中铁工业 国家稀土功能材料创新中心等单位共同完成 在红轨技术首席专家江西理工大学党委书记杨斌看来 红轨涵盖新材料、轨道交通、人工智能等多个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发展前景广阔,自己更敢重任在肩 学校将以红轨竣工仪式为新的起点 聚焦稀土和轨道交通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重大技术攻关 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地融合 使至为行业发展转型升级和区域进行社会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此次建成的实验线南起永峰站 线路正线长度约800米,均为刚购高架线 磁浮列车采用两辆编组 设置坐席32个,定员88人 最高设计运行速度为80千米每小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